另外再来看到花莲县环保局为了要表扬清洁队员的辛劳 以及在防疫期间所进行的消毒工作 22日上午在远雄月来饭店是举办110年度清洁队员表扬活动 那么各乡镇的市长也都到场祝福 而县长徐真卫也勉力全县的607位清洁队员 为花莲县的环境所做出的贡献 在清洁队员节前夕 县长徐真卫为了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 22日上午在远雄月来饭店表扬获奖的清洁队员 并感谢清洁队在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成果 才能够让花莲在全国评比中 垃圾分类已达到50%的卓越成绩 除了原来自己我们要做的垃圾分类 要做的很多的清洁工作以外 今年还增加了疫情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断的不断的大街小巷的宵亲工作 而且常常是临时街道就要马上做 因为所有的感染源不等人 我们只能赶快收到的讯息 就赶快前往去做宵亲 这样让我们的整个民众都能够安心 我想在疫情能够防治得这么好 最重要的防御工作的前哨战 就是我们的清洁队 所以今天 今年我们也特别对于各乡镇的清洁队 我们有奖金的编列 另外我想花莲县现在我们不断的在推动无烟冲产业 用农业 精致农业 有机友善农业 来让环境不断的不断的优化 环境永续是未来的走向 也是目前花莲县努力推动的方向 希望藉由环境永续的 这个说唱的指标跟世界来接轨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希望明年我们的垃圾的带烧 在台名的42亿的大型的带烧部分 能够完成 能够及时来接手 我们常常很优劣的家庭垃圾 还有很多事业型的垃圾 这样才能解决目前花莲的垃圾问题 所以在这里 真会谢谢各项镇市的首长 以及我们所有企业的弟兄姐妹 真的 花莲是一个观光的城市 花莲各是一个进步的城市 而且是一个环境永续的城市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北京的使命 因为我们让这块土地 很好的再继续的传承下去 县长徐正伟也表示 清洁队除了要执行垃圾分类之外 今年还要做防疫、倾销的工作 工作量更是比以往更大 而这些都是花莲环境永续的指标 而这些努力都要归功于 全县607位的清洁队员 才能够让花莲拥有 如此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导